在抑郁症群体中,有一个常见的现象沉重晚清,直观地说,就是在别人看来一觉醒来神清气爽的早晨,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却是异常的难熬。 通常情况下,抑郁症患者每到凌晨三到四点醒来,之后就开始陷入无法再次入睡的状态,因此到了早晨,对于常人来说是神清气爽,但是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却是已经经历漫长的煎熬时光。 大多数的患者感受就是,胡思乱想,迷迷蒙蒙等天亮,脑子像涂了一层降乎一样,但是到了下午傍晚时分,一些抑郁症患者的情绪会逐渐好转,不再是彼此难过,甚至在入夜后会和普通人无意,也会加入到一些常见的夜生活娱乐当中。 这种现象就是,抑郁症患者群体中常见的沉重晚轻,那么,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沉重晚轻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沉重晚轻的现象,在抑郁症中是一类较为常见的现象,本身也是抑郁症病症,本身的一个明显特征之于产生的原因。 其实,一般来说,归于内缘性抑郁症患者,因为生理性因素导致的抑郁症患者,在这类患者中,沉重夜轻的现象是有规律的。 大多数下这种规律与抑郁症患者下丘脑、垂体、肾上线轴功能异常、褪黑素分泌的变化、睡眠脑电图的改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而这种症状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患者会毫无预兆、无缘无故地发生情绪低落现象,甚至会产生自卑、自罪等情绪。 而对于抑郁症患者们来说,在日常生活中,沉重夜轻的现象,其实本身并非是一个单一的现象,而是出于一种持续性、闭环性的症状。 因此,在拥有这类现象的抑郁症患者们来说,一天的情绪变化大致符合一下特点。 上午,煎熬难受,经历早晨的重度负情绪折磨后,来到上午工作、学习阶段,通常情况下患者内心是属于拉锯站的状态,一边难受,精神力难以集中,一边不断提醒自己要振作。 中午午后,时间来到中午以后,这段时间患者的情绪明显较上午要好太多,心理压力会有所降低,状态好转,不过通常下,这种变化是不经意的。 转变较为缓慢,傍晚黄昏,在每天的16到17点这段时间,患者会明显感觉,到整个人的状态变得轻松,感觉就像身上担子放了下来,心理疲惫感降低。 并且这种状态伴随着下班,放学后愈发明显,甚至,患者本身也开始有了和被人交流的欲望,夜晚晚饭时段,这个时间段在抑郁症患者一整天中,算是最为轻松的时间段了。 甚至从状态来看,这时候的患者和常人无异,也会加入一些娱乐游戏当中,精神面貌处于一天的巅峰时段。 而这一段时间,患者的状态其实有些类似于微笑抑郁症的症状。 入睡前,在经历过晚饭时段的舒爽情绪之后,在入睡前,患者又会进入到情绪低落的预备阶段。 这个时段的患者,会开始有些焦虑的情绪,甚至会伴随一定的失眠。 大多数的时候患者主要担心的就是会不会又开始第二天早醒难受的情况。 当然了,大多数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基本上都会再次进入沉重夜清的循环当中。 本身睡前焦虑就已经属于自日抑郁的前兆了。 如何跳出沉重夜清的循环? 对于沉重夜清这类现象,其实多数会出现在抑郁症出中期患者身上。 主要原因在于这类患者很多还未意识到自己患上抑郁症。 因此,要想跳出沉重夜清的状态,其实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主动就医治疗,通过一定的药物治疗,或者是心理干预,来达到改善症状的情况。 同时,对于患者自己,也可以通过一些辅助方式,来进行日常的改善。 当然了,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自我调节并不能代替治疗,更多的只能是在治疗过程中进行辅助功效。 更多心理咨询,精神健康分享,请添加精神解忧客栈,QQ咨询群,832066601。 编